为何无神论者是错的呢? 无神论者是指不相信神存在的人 他们认为世界只有物质 任何事物都是从唯物论的角度去解释 不需要有天主 天主是无关重要的 事实真的这样吗? 让我们看看 就让我们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什么令人走路呢? 唯物论的答案可能是 是肌肉收缩 这样的答案没错 但是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呢? 为了解答 什么令人走路 你可能会答 是因为他要去买集资 当然你可以这样答的 但是无神论者会说 对的 只不过如果要尋根究底 买集资就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的结果 让购买者在奋斗求存的过程中获益 所以他才会这样做 好啊 可能这样是对的 但是你可能会追问 人存在在世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不是说过 人必须不断为存在奋斗的吗? 无神论者会说 生存没什么意义 生命没有更崇高的目的 别跟我说这套宗教理论 根本就无神 在我们的所有科学研究当中 都从来没有发现过天主 如果我们不需要天主 都能够解释现实 这样天主 就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 强多余的 哈 这个正正就是无神论者出错之处了 但是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好像大部分人所想的 问题不是在于 我们其实需要天主 才能够理解自然界 或者是解答生命如何开始之类的问题 虽然某些问题 必须基于天主才能够解答 但是这个不是问题所在 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 问题在于无神论者 如何理解天主 他们对天主的看法完全错误 其实 很多基督徒都好像他们一样 抱有同样的错误观念 无神论者认为 天主是强大有力的传有 这样有什么不对 看来问题不大 这种对天主的看法有一个问题 即使是至高的传有 亦都只不过是某一传有 是云云众生之一 只不过是归属世界的一员 这样假如我对世界的科学研究当中 从未发现这个相当高等的传有 那我似乎可以合理地提出 这样的传有大概是不存在的 就好像精灵大概都不存在一样 因为直至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发现精灵存在的证据 但是将天主 看作至高的传有是错误的 天主不是至高的传有 他不是云云众生之一 他不属于此世 天主是万物的哨音 并不是万物中的一个 科学研究的领域 只是限于那些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 因此科学家永远不会发现天主 天主不是宇宙的一部分 而是宇宙的第一因 因此 无神论者说 根本没有神 或者你会倾向认同他们 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神 确实没什么可能存在 唯物论和现代无神论的主要问题 在于他们对神的看法 他们认为神是世界的一员 在这方面他们就大错得错了 刚才在三分钟教理的节目那里 都提及到无神论者 但是我们很多世界的文化当中 也都有对天的一种崇敬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 也都有敬天 有对天无比的崇敬 但是在古代的想法里面 天是一层层的 所以就算在拉丁文里面 我们经常都会用天 这个字是 cheli 种数来这样形容的 有时当然会用 chelum 单数 但是这个涉及很复杂的 神学的理解问题 今天处理不了了 种数cheli 一层层的天 我们在这个思想当中 会留意到层层高天 也都有不同的九品天使 所以这个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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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圈 反映了在我们常常 例如用的cheli 种数的天这个字里面